Zither Harp You're watching Toys TV 香港的插畫師奈樂樂在這裡為大家分享她的新作 《不想進入的房間》 謝謝 這個《不想進入的房間》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我看到還有一個副題 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走出自己的悲傷和遺憾 大家好,我叫奈樂樂 我是一個劇本作家 我畫了很多副本書 今年就是第七本《不想進入的房間》 未介紹書之前 不如讓大家看看我的舊作 還要大家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 IG 找到我了 也都拿過一些獎項 包括第六屆動畫支援計劃的初創企業 動畫優異獎 做一個原創漫畫猩猩大賽的亞軍 也都有青藝哲青少年藝術家 十大藝術家 好了,講一下我的繪本 新書就是《不想進入的房間》 待會就會詳細介紹 還有以前的作品 上一年就會出了《讓我吃雪霸》 這個公仔很有趣 其實就做了一個立體化的公仔 大家一會兒可以去我的檔口 《Booft A28》看看這隻公仔 還有《最強的是什麼》 《貴途在賽跑》 《魔女的謊言》 《跳下去的一秒》 這本書還有動畫版 如果大家在YouTube搜尋一下 《跳下去的一秒》這個書名 就可以找到這本書的動畫版 結局跟這本書不同 大家記得看看 《好小規本》是講關於自殺的題材 這個是講關於香港學生自殺的問題 《好小規本》會講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這本也是我第一本畫的作品 《恐怖核心與小鳥》 這個是我以前在外國讀書 在拉圖維亞讀的《繪本科》畢業的作品 是我第一本畫的作品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 全部的《繪本》書 其實都是講關於一些人性醜惡的一面 或者社會現實面的書 是很貼地的 不是一般給小朋友看的正能量的背本書 我不是畫這些 我就是畫一些社會議題的背本 適合中學生和大人看的 以前有開過畫展 這就是《童話語現實的邊緣》 今年也可能有畫展開 敬請留意我的Facebook IG 除了畫繪本之外 也有畫很多其他的插畫 還有一堆Sticker 大家可以免費下載的 全部都是我繪本的角色Sticker 除了畫畫的 除了畫書之外 也有幫客人畫大廈牆壁畫 當然也有幫客人畫一些 繪本書 或者小冊子 例如這個就是幫社會福利署 畫一個我市同志自我保護手冊 因為我通常接的工作 都是比較暗黑一些 比較暗黑 對 比較暗黑一些的題目 那些客人就會找我畫這些工作 例如同志被人歧視就是其一 當然不一定是暗黑的工作 其實很節日豐富氣氛 很光明這些工作我都會畫的 因為客人知道我畫一些香港景都漂亮 所以有時候就會叫我畫利是風 又或者是環境保護處都有找過 畫一些香港的郊外的景色 就做了電燈箱的一些插圖 大家可能經過走過會看到都不是的 我最本行就是 例如生命熱線 這個是講關於老人自殺問題的 也有找我畫插畫 或者救世軍 或者很多NGO的機構都會找我插畫 最後就是例如Werkom 蜻蜓牌 如果它有新產品 會找我評價試用一些新產品 就是這樣 很多地方都會看到我 因為我很努力宣傳 對 經常都會 總之看到我的蹤影都不站 大家可以看見我 如果看到就 也有媒體的訪問報道 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Google 你搜尋一下 內樂樂 搜尋我的名字 可能找到一些報道的訪問 也不提 放心 應該沒有負面新聞才提 對 隨便看吧 我每年都有搞新書分享會 就好像現在 如果我有新書 我就會講分享會 等一下你就聽聽我分享新書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動畫 去Youtube搜尋一下他的一秒 是很多人看的 也有很多周邊產品的 雪仔是其中一隻 還有手機殼 還有銀牌 錶帶 都有的 還有貨物袋 還有那些書 有AR互動的 如果你找手機照一下 書的封面會彈一些3D角色出來 很有趣的 是的 很多書店都有我的書 那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買 除了官網訂 可能在各大書局有沒有找到我的書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除了畫書和插畫之外 也有很多畫班 抱拳起畫班 或者手繪班 都可以報名的 我每逢有新版 我會放在Facebook IG 如果有興趣 大家記得追蹤我 好了 是時候說一下 我這次這本新書 不想穿入的房間 我相信大家聽到你自我介紹這麼久 都很期待想知道 究竟這本書 怎樣去和大家一起走出 自己的悲傷和遺憾 所以我們也在這裡介紹一下這本書 好 其實這本書 如果簡短一點說 其實是說 人有很多不開心的回憶 可能就是收藏在內心深處 現在畫中的主角 這個女生 她就積了很多不開心的回憶 在她自己的房間裡面 那房間就來得到爆了 那她怎麼辦呢? 她怎樣可以 令到這些不開心的回憶消失 或者令房間沒那麼爆 那就是我這本書想說的話題 我們現在有個女生就入了房間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來的 我們這本書的主角沒有名的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是她故事的主角 你看到這個女生很開心 拿著一件東西衝回家 看到是什麼來的? 是個獎 很開心地衝回家 那衝回家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她就很開心地把獎 放在她家裡 一個很明顯的展覽櫃上面 然後放完之後 就很滿意笑著 看著那個擺好的獎 那在這個展覽櫃當中 你看到不僅是獎項的 有很多其他她都很喜歡的飾物 跟她的生命很重要有關係的物件 她都放在這裡 是 這裡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櫃也是跟我 我家裡差不多 所以這個是採打你 有些獎狀 有些很重要的照片 我都放在這個櫃 其實 那所以呢 當她放在這個櫃的時候 但是忽然之間 她眼尾一翻 唉 她會拿獎又怎樣 我今天的物書又不合格 唉 真是不想見到自己 那張不合格的 測驗館 突然間 突然間 在她門後面 在她背後有一道門 門後面 有精靈叫她 嘩 嘩 什麼來的 為什麼突然有些黑色東西 在房間裡飄出來 我叫她過來 那她就進去了 嗯 我住了這裡這麼久 我也不知道原來這裡有間房 喂 那就對了 我呢 就不太想見到那張測驗卷 喂 在這裡 就沒有人見到 於是呢 她就把這張測驗卷 放在這個 沒有人發現的房間裡 自此之後 你猜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嗯 真是比那些什麼瘡 可能有 是的 然後她陸陸續續 當她有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的時候 她就會把一些 與那件不開心的事情 悲痛的事情 有關的一些物件 就會放進那間的房間裡 你會聽到她一些不同的 不開心的事情 包括 可能被人罵 被老師罵 被人 啊 壞了 不合格 然後竟然走去出貌 被人發現了出貌 另外 咦 不知道是不是打球輸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男生拒絕了她 所有很多相關的物件 她都一一地放進這間 見不到的房間裡 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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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下擺下擺下 擺下擺下 再大的房間 都會有被充斥填滿的一天 所以呢 她的房間已經擺爆了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繼續擺 所以你看到擺到出門後 都還有的 OK 然後她就會若無其事地離開 她無視了擺爆了房間的情況 直到有一天 她擺下擺售前 後 突然間 就有一些黑色的影子 一些觸手衝出來捉住他 不讓他離開 嘩 什麼事啊 結果原來這些觸手就是 抓他回到他一件一件 擺滿的這個房間 你看一下多少的物件 這些物件全部都是 他勾起不開心的回憶物件 他全部都在這間房間裡面 當然這些物件 有些都是根據我的回憶畫的 所以 所以 你猜一下這個女孩子 入到這間房間 他的情緒是什麼呢 他想不想入到這間房間 他不想的 因為他每逢見到這些 任何一件的物件 他都會想起他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他發現有一條頸巾 在他的面前 卡住了他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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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就是 當年我送給媽媽的頸巾 唉 我不想想起這些 我覺得很痛苦 當年送完頸巾給媽媽之後 媽媽就過世了 所以他經常都不想想起這條頸巾 但是 突然之間 圍著他這麼多樣的東西 就把他捲在一起 捲成了一個龍捲蜂 啊 不要過來啊 捲成了一個龍捲蜂之後 將他推到一個深淵裡面 終於這個深淵到達地下了 啊 接著呢 有張畫呢 就跟著他一起跌了下去 啊 就碎了 唉 這張是我上次畫的畫 我其實一路都很喜歡畫畫的 但是 我 我爸爸不喜歡我畫畫 就算老師 都覺得我的畫不夠其他人好 啊 然後呢 你見到很多 黑色的那些液體 開始呢 就沾污了一些畫 他本來很喜歡畫畫 但是 現在 就髒了 那些全部畫都 即是他連看自己的畫 他都不夠膽 唉 無論我做些什麼都好 都沒有人會喜歡我 其實沒有人喜歡我 爸爸媽媽又嫌棄我 連我最愛我的媽媽都離開我 太多太多痛苦的回憶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忘記 為什麼還要我進這間房間 忽然之間 他就發現了一張 一張合照 咦 這張是我和媽媽的合照 我很想念媽媽 媽媽很疼她 又會和她玩 就算爸爸這樣罵她 她會 俯瞰她 又會做些好東西給她吃 又聊又聊 但是媽媽已經走了 我真的很想念媽媽 突然之間 這個相關閃出的光光 竟然是媽媽出來 媽媽就說話了 不用怕 媽媽就在這裡 這樣吧 房間這麼多東西 我們一起慢慢收拾它 你有沒有看到 這張畫除了有媽媽之外 它周邊還有很多精靈 不用怕的 還有我們 讓我們一起面對 一直以來累積的悲傷 我們放下 以往的痛苦的回憶 嘿 這是 Futuro 你正在看 ToysTV